大家好 我是鮑勃 我今天来到JET日本语学校来当当看一日学生 GO 今天鮑勃的一日体验JET日本语学校 位于距离迟带坐车三分钟的板桥站 这所学校于1988年成立 是东京读知识认可的正式学校 至于学校的特色如何 我们就请校长景昌先生 简短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特色 原来如此 我相信这样的环境的确会吸引想要认真读日文的人 至于确切有什么需求的人适合这所学校呢 我们也请副校长三口小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已经15年没回到学校了 现在非常非常紧张 那我们来请森山先生帮我们看看我能够进到哪一班 這個人是誰知不知道嗎 金美琳 對 這個人是JET的名誉理事長金美玲先生 現在就是準備考試了 我大概可以考超過100證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看這個考試真的是超級迷人 大概寫了3分鐘就走了 然後發現這邊學生的水平都還真的還蠻高的 所以我剛剛想偷看還被老師制止 大家好學生千萬不能作弊 考試歸考試 但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是 考完試之後大家會利用一大部分時間討論答案 感覺不是利用死杯的方式 但是鮑伯沒有認真考試 所以大概考了0分吧 討論完之後 鮑伯這老虎頭終於可以下課講點中文了 講中文真是人生一大幸福 但是這裡是中文是不一樣的 講什麼日文啊 在外面講中文沒有人聽得到 怕什麼 欸 這樣子 你忘了 是不是 抱著被校長唸的尷尬心情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堂課 怎麼一進教室就看到大家在排桌椅 大掃除了嗎 原來是校方邀請了幾個日本大學生跟學生交流 我們現在是學生跟大學生圍成一個圈圈 然後做自我介紹 然後基本上是問什麼他們都會回答 學日文除了苦讀自學以外 另外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跟當地人互動 所以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分成小組 跟大學生自我介紹以及聊天 那鮑勃也洋裝成年輕大學生加入討論 抱了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接下來就是玩遊戲啦 總共用一個小時玩兩個破冰遊戲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介紹遊戲的玩法是學生嗎 要用不是自己的語言來介紹規則真的很困難 知人英文能力不錯的鮑勃也很難用英文簡單明瞭來介紹遊戲內容 我們玩兩個遊戲都是破冰遊戲 聽聽現場的聲音就可以感覺到大家玩得多嗨 最後還演變到日本學生跟語言學校的學生來場國際PK賽 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小時 但我相信大家都很開心 我覺得這堂課對學生最重要的地方 是跟不認識的日本人開口聊天的勇氣 我們上午的課程就這樣結束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中午吃個飯 然後訪問一下學生這邊的讀書狀況 然後緊接著就下午的課程喔 我們今天邀請幾位學生哥們聊聊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學校 我們今天邀請幾位學生哥們聊聊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學校 所以我選擇這個學校 最初是日本的大學去進入的方法 所以我選擇日本的學校 所以我選擇日本學校 所以我選擇日本學校 然後JET日本學校 是好評的 所以我選擇這個學校 是高級高級的合格率 所以我選擇這個學校 台灣人的朋友們 跟他們一起學習 他們說他們是一個好學校 然後你們說什麼 有點悲傷後就決定了 這點是不錯的地方 這次校方還特別請來從JET日本語學院畢業的學長 以及學校同社團的同學來講落語給學弟妹聽 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大家看到這位學生像機關槍一樣 就可以知道他們排練的時候是多麼的辛苦 另外畢業學長超級生動的演出 除了讓我佩服他是演技派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日文也太好了吧 能用不是自己的語言做表演藝術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聽完落語之後大家不是就開開心心的下課去唱卡拉OK 其實每一個學生都要選一個學長講的段子 然後數週後發表 所以下半堂課程是由學長教學生如何講落語 鮑伯今天非常慶幸只當一日學生 不然要我在課堂上講落語我應該會精神崩潰 那我們現在一天的課程也結束啦 那我們下課之後來看看學生的下課的生活怎麼樣吧 大家好 叫許舒穆等一下 下課趕去遲帶稍微遊蕩一下再回家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台古人的娃須民 就是台古人的餐廳 大家好我是張忻雲 叫我信就可以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啊~~~ 這裡是Round 1 有的時候週末或者下課放鬆 跟朋友來可能打個保齡球 或設個飛鏢放鬆一下還不錯 這裡是SEKA的健身室 第一次和第二次是 車子遊戲、人物遊戲 三次和四次是 音樂遊戲 放學的時候有時候會來 SANSHINE CITY那邊逛街 因為它裡面還蠻多女裝的 然後因為就是都在室內 所以下雨天或很冷 或很暖的時候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放心的逛 逛完遲呆後 我們出發去看一下距離學校坐車 約二十分鐘位於西台的學生宿舍 我覺得周遭環境機能還不錯 有餐廳、超市 還有小小的購物中心 跟星雲道別之後 我們去看看男生宿舍的樓層 是一個還蠻溫馨附衛浴廚房的兩房套房 然後我就讓兩位好好的讀書 我就不打擾他們了 那我這次一日學生的體驗就到此結束啦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在中間的工作室 見到 一會兒 二字幕 最後一會兒 你又收到 剛剛看 我 看 我 為什麼